彰化县政府13日在彰化孔庙 以彰化浓度刚好为题 举办彰化县政府青年创新陪力计划 嘉年华成果展 现场展示入围的十组优异点子成果 同时邀请25组首座 文创 实旅 工艺 文化 农特产 亮点社区等特色部展 共襄盛举 这一次我们办的是彰化浓度刚好的农业青年的嘉年华会 正式展现我们这个计划丰硕的执行成果 让在第七年的多元能够被探鉴 每一个种咖啡的人都有这样挑逗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瑕疵豆一定要把它挑出来 才不会影响咖啡的风味 我们喝了以后才不会有心悸头晕胸闷的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开发的这个机器解决了这个产业的最主要一个痛点 那未来的话我会希望就是在我们的专窑厂里面 设立甜点 咖啡店 那让这个传统文化跟现代年轻的新的想法可以做一个结合 那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出来 青年创新培力计划脱颖而出的十大优异点子 网罗了AI智慧农业开发的实际运用 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以及表演艺术与农业推广的创新合作模式等内容 透过赔力机制 不仅有专属业师辅导资源 前三名更直接与台中营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MOU合作意向书 提升产业投资机会 期望让青年人留在彰化就业发展一起努力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化采访报导